好來 繼續來看這個新冠病毒 目前全球累積的病例所超過 八百九十三萬例 有四十六萬人失望 尤其是拉丁美酒的國家巴西 過去二十四點前 增加的病例超過五萬例 是全世界最嚴重的 有專家來分析 這巴西的政府 如果是對公約 又沒有人好的作為 如果這樣到今年八月 巴西失望的因素 將會超過美國 每到十萬人 將做專家失望人所 最多國家 到現在已經超過百萬的案例 總共超過五萬人來過身 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自身 巴西的情節越來越嚴重 較增加失望人所在第一時間來度 可能會幾百倍 アメリカのワシントン大學 研究所は ブラジルの死者が 今後一か月足らずで倍增し 10萬人に上ると分析していて 早ければ8月1日にも アメリカを抜いて 世界で最も死者が多い国になる 恐れがあると見ています 以前維持牛경部出名 可怕カバナ海埔中森 警察在看海邊出場的民眾 陰棄民園 不准民眾去海邊出場 居然開放酒吧 商店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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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的場所 巴西的工業問題有多少 南京美酒各個中方也不理想 近面的數已經超過兩百萬 基本一半是巴西 今天国家寶貨 墨西哥 智利 阿根廷 都受重傷 希望人手超過八千的秘密 現在還要回歸國務中心的營業